桌上摆满了许多的奖项 这是三星国中今年在环境教育和生命教育上获得了肯定 其中团体奖项当中 三星制造学校获得了信义房屋社区再造计划的全国第一名的殊荣 并以如果我是宜兰县长这个主题 获得宜兰县教学卓越奖全县第一名 主要是想培养下一代成为优秀的宜兰县长 三星国中获得了今年的教育部能源基优标杆学校 这个标杆学校是全东区获选的最高荣誉 第二个是我们环境教育奖 在今年的宜兰县的环境教育奖 三星国中也获得了全县的第一名 也代表宜兰县去参加全国的国家环境教育奖 另外在生命教育部分 我们今年推出了三星制造未来假日学校这个方案 去争取了新一房屋的社区再造的计划 获得了全国第一的奖项 如果我是宜兰县县县长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课程来培养下一代 成为下一个优秀的宜兰县县县县县县 那透过这个公民素养的培养 然后慢慢的能够让他们能够成为下一个世纪的领导人 在个人方面校长张慧志根获得了教育界最高殊荣的师多奖的肯定 在教师节当天由总统亲自颁奖鼓励 张校长相当的谦虚 将这个奖项归功给在过程当中帮助他和包容他的人 他说方向对了 努力做就对了 让三星制造成为世界品牌 今年会去参与四多奖 主要是给自己一个肯定 那告诉自己 这样的努力事实上是需要更多的一些感谢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希望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就不是一个人 是很多人帮我忙才能够完成 那也希望我们的团队的努力能够被看到 那在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们是深入到孩子的需求 深入到宜兰教育的需求 只要宜兰哪边的教育哪边缺乏 我们就往哪边努力 张校长相当的重视偏向孩子的需求 就连假日也都把时间奉献给孩子 开设相当多的假日班的学习课程 对弱势和中措生预防更是投入了心力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一篮新闻记者蓝夏如财宝报导